11月17日 当选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了 他的白宫幕僚团队核心成员 任命代表路易斯安娜州的国会众议员 李奇蒙德负责公关工作 竞选经理迪隆为副幕僚长 拜登还宣布 其长期密友李凯迪将在白宫担任总统顾问 这三人的办公室很可能就安排在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楼下 这意味着他们是白宫西义最接近核心的助手团队 此外 白宫竞选团队总法律顾问雷姆斯 将担任总统顾问副竞选经理之一罗德里格斯 将担任白宫政府兼事务办公室主任 现任拜登履行事务幕僚长的托马西尼 将担任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 当选总统拜登还宣布 他的长期密友多尼龙将担任高级顾问 第一夫人办公室方面 伯纳尔将担任吉尔拜登的高级顾问 安奥巴马政府驻乌拉圭大使潘塔伦 将担任他的幕僚长 这些声明发布之际 拜登正迅速着手制定自己的执政议程 构建他上任后需要的团队 周围当选总统面临着压力 要让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族裔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 来填补这些职位空缺 并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 而对多名忠实驻守的任命 也表明了拜登对周围那些 他绝对信任的人的重视 此前他已经任命长期驻守克兰恩 担任白宫幕僚长 克兰普尚未成任败选 因此拜登团队的过渡工作 遭到多种阻碍 但拜登和副手贺锦丽 已经建立了应对新冠疫情工作组 与劳工领袖和企业家进行了会谈 且将在未来几周内 开始挑选更受关注的内阁成员